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 华文新势力 俄国的这个表态很明白 就是他承认接受中国的主张 中国大陆过去主张 这个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 美国他就马上要去挑战 中国大陆有关于 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 的这个主张 所以呢 他强调他的航行自由 所以他在每个月的下旬 一次 那有的时候是由南往北 这次是由北往南 过去比较多的频率是由南往北 那这次特别改变 由北往南的方式来巡弋 过去是一艘 偶尔是两艘 但这次是两艘 旧的很旧 但是呢吨位很重 作战力也不低 的9800吨级左右的 这个导弹巡防舰 那当然跟中国的055D来相比的话 那还是落后了旧了 因为中国的055是12000吨左右 所以中国的055的作战能力 当然比美国的这两艘 这个9800吨级的作战能力强 而且这两艘真的是旧了 因为二三十年了真的很老了 跟我一样了 然后但是但是中国大陆的那是新的 很年轻作战力很强 而且垂直发射器比较多 有一百多个这个连发的这个导弹 作战能力强好 所以美国的这个做法 基本上来讲 俄国就只得表态 这是调性的行为 也就是说中国所宣布的台湾海峡 不是国际水域 俄罗斯已经承认了 俄罗斯会领导他的GTA安全组织 那俄罗斯领导的GTA安全组织 看起来步调也会一致 然后中亚的国家 如果越来越多的表态 说接受这个台湾海峡 不是国际水域 那美国一直不断的穿越台湾海峡 那等于是挑衅性的行为 那这样的话就会形成 另外一股更多的国际的国家 势力上的国家 就另一股势力 对另外一股势力来谴责美国 说你在挑衅两岸之间 破坏区域间的合力 就站在美国对面的另外一队 会站在美国的对立面 好所以你刚刚讲上核组织的话 那这个9月份要开会了 那反而就会又再次的利用 这个平台来再度的多国发声 因为伊朗也可能也会站队 中俄伊朗中亚国家 埃及也可能会站队 或者巴基斯坦也可能 也说不一定 对好那不过现在印度的态度 怎么样呢介大使 那你看像现在 刚才我们在讲到说 中俄要再进一步靠近一点 那印度呢 印度就有的时候飘过来 有时候飘过去 那现在最近感觉 有点飘向中俄 因为呢 在举行这个东方2022联合年度军演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为期7天的活动当中 你看到的就是有印度的参与 那对于印度的参与 当然要摆出大阵仗的同时呢 这个美国就一直在盯着 盯着这个印度的态度是怎么样 印度真的会去参加吗 显然应该之前 美国一定会给印度施加压力 可是呢当媒体记者问到 白宫的发言人 说美国对印度参加 俄军的这个军演什么看法 结果白宫的发言人他就说 因为俄罗斯正在向乌克兰发起 无端的残酷战争 美国对任何国家 这个时候跟俄罗斯联合演习 都感到担忧 那大家就问 那为什么美国不对印度施压呢 那他讲 我的第一句话很明白 我们有担忧 我们对任何与俄罗斯合作的国家 都感到担忧 难道美国会是指担忧 不施压的吗 你相信吗 对印度施压应该是没用 尤其俄乌战争上面这个立场 俄罗斯 这个印度一开始就硬到底 记不记得当时这个买油的问题 买天然气的问题 那时候美国就发动一波攻击 结果被印度反击的体无完肤 那么我记得这个印度的外长 在欧洲参加这个研讨会的时候 他这个讲出了非常高层次的话 他就说你们这些欧洲人 你不要以为你们的事就是大家的事 不要以为你们的问题就是大家的问题 那是你的问题 我今天我印度 你印度跟你欧洲跟谁打仗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今天要干什么还是干什么 那这一次我觉得美国在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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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乌战争上 对印度也是没辙 没辙 印度为什么呢 印度是非常了解这些帝国主义的态度 对 那么他事实上的话 过去很很长一段他是不结盟 对 他今天你这个什么 这个澳印什么什么印太 这一些部分其实真正的 我认为真正的 第一个这个是日本人提出来的 为什么日本会提出来 因为日本人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他们是支持印度独立的 所以印度那个时候有一批建国者 是跟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合作的 所以他们那时候建立就建立一个关系 当时这个东京大省的时候 有印度仪的这个法官 他是支持日本 他不是站在同盟国的立场 所以他们有这个历史背景 再加上日本很愿意对印度花钱 上一次岸田文琼说也拿了一大部分钱去 所以印太基本上我认为 印度是看在日本的实质利益 他跟美国即使在冷战时期 也没有跟美国走得很近 而且他基本上在美印之间美俄之间 他过去你去看他几十年 他的外交传统跟俄罗斯走的是比较近 而且不是现在的俄罗斯 从苏联开始他就走得比较近 所以在这个战略的问题上 你美国今天要能够去影响印度 我觉得从他长期的走势上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印度还是参加 不过这一次就印度只有一点 他对于这个军事演员在折桌国后两个 千岛景岛的两个 日本宣称是他领土的 这个北方四岛那两个岛上演习 他说他不参加 这是给日本一个面子而已 那其他跟俄罗斯的军事安全关系 那是绝对不会打马虎眼的 还是照做 而且你要知道上和组织里面 除了中国 俄罗斯 中亚几个国家 印度也是会员 印度 巴基斯坦都是会员 当然如果不是俄罗斯关系的话 上和组织印度跟巴基斯坦不会进去 尤其印度不会进去 所以从战略的历史观来看 这个印度就是跟俄罗斯站在一起 所以现在美国对他来讲 他担忧 担忧什么 担忧的就是我的朋友会不会越来越少 我越来越叫不动那些国家 那现在呢 那总可以叫得动德国了 是这样吗 好 根据路透的报道说 现在因为担心北京 日益扩张的野心 德国与其他西方国家 正扩大在印太地区军事的存在 结果呢 德国的这位军官 他是联邦国防军总监叫佐恩 他就说计划要派部队去参加 2023年在澳洲的军事演习 在2024年派更多的军舰到印太地区 所以韩冰这就是德国要加强在印太军事存在的方式 不然你叫他怎么办 我老实讲德国自己光是要防守他自己的国土 他的军备都严重不足 老实讲因为德国是二战的战败国 所以他的军事发展因此是被压抑的 那他的国防预算其实以他的GDP来讲是非常低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他遭遇两个困难一个是冰原不足 另外一个是他的装备也不足 所以这一次乌克兰一直要求他提供装备的时候 他就告诉你我已经 我把库存的都给你了 我剩下也没了 对 我自己现役的装备都不是很够用 是 那所以想办法 然后可能要到明年才有办法提供给乌克兰 那慢慢再说了 明年还会发生什么事 谁也不知道 那就是一个推托之词嘛 那这一次他有到澳洲这边去参加军演 那现在因为美国不断的要求 那对德国来讲其实这也是给他一个好机会 什么好机会呢 因为德国过去要参加军演的机会都不多 所以他能够有这样的参加 跨州参加军演的机会 反正就去啊 也可以磨练一下军队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德国因为他自己本身的军舰术 潜舰术还有其他相关的装备 他本身不是很充足 所以他每次只能象征性的 派个一艘两艘军舰来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他这种存在是什么意义 他存在只有一个意义 表面上是你美国做的行动我支持 但私底下意义就是我自己顺便练兵吧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真正你说真的亚洲发生什么事 德国有能力调大批军队过来吗 基本上他也没这个能力 所以我觉得 这个基本上就只是一种态度上的表现 你看过去 在除了一些违和的德国有参与之外 你说真正比如说波斯班战争 跟多国联军的时候德国有去吗 没有 因为他自己的军队其实也不是那么多 而且欧洲有一些国家 其实还是有在防着德国的 所以我觉得对德国来讲 他只是找一些机会练兵 那顺便表达一下 我跟美国是站在一起 就是只能这样子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你们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CTI-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